另外再看到花莲县军训督导韩光宗一行人 1号前往花莲县政府拜会县长徐真卫 并且向县长辞行即将在12月8号来退休 那么县长徐真卫也肯定军训督导韩光宗 在花莲推动校园的安全以及校园反独的宣导 努力以及成果同时也给予祝福 花莲县军训督导韩光宗在花莲县镇内 办理了校园安全并且说明校园一切的根本在安全的基础上 学校的各项活动学习才能够顺利发展 而在这半年当中在校园积极地进行宣导 花莲县军训督导韩光宗表示 担任军职满30年了即将在12月8号退休 1号并且前往花莲县政府向县长徐真卫辞行 这半年当中感谢前县长傅昆奇和县长徐真卫 达业的支持军训的各项业务 进行宣导表示相当肯定韩光宗协助校园 推广各项校园安全活动 共同来守护县内的学子们的安全以及贩毒活动 而这次即将退休了 除了祝福之外也希望退休之后 多来花莲走一走 躺扬这里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广东宗表示在校园宣导的时候 也提醒同学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诱惑 大家一定要培养明辩是非善恶 分辨对错的能力坚持做对的事 更要把对的事做好 至于不好不对的事情更能够勇于拒绝 记得详细 欢迎收到